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先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来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灭 这是什么地方 瞎人看清楚周围环境后 顿时震惊 紧接着一股复杂的记忆 灌进他脑子里面 我靠 穿越了 我今年才七岁 元宿主也太可怜了吧 三岁就被关进来了 瞎人整理完记忆后 道西一口冷气 他父亲叫瞎尾 镇朝大将军 而他被当作质子 从小就被留在皇城 四年前 也就是他三岁的时候 被皇后陷害 便把他打入死牢 关了整整四年时间 狗皇后 三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等我出去 一定不会放过你 瞎少爷吃饭了 这人便是陈公公 皇后身边养了一条狗 关押他的这四年 也是这货一直负责 监视瞎人的一举一动 瞎少爷 你怎么不吃啊 以前的你 可是跟狗一样抢着吃 今天这是吃饱了吗 吃你妹啊 滚 瞎人你个该死的东西 你找死是不是 子太监 你没荔枝 瞎人你个废物 要不是陛下要留你一条狗命 我让你活不过今晚 你有种的来呀 试试看 原来的他软弱好奇 可瞎人并不惧怕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哼 知道这么多年 为什么没杀你吗 你大哥瞎献 自愿献出至尊国 才保你两年狗命 你二级瞎若 又甘愿挖出自己 重铜双眼 又保你两年 如今四年期限已到 再过七天 就是你的死期 瞎人听完内心震惊 大哥跟二姐为了他 竟然舍去了自己的一身至宝 穿越者不都是佩戴系统的吗 怎么还没有来 不然我怎么逆袭 怎么报仇 还怎么走上 人生巅峰 丁 触发千道系统 激活首要条件 便是要三年内 击杀这个未免天道 一旦接受 不可逆转 三年后 若是失败 将会受到惩罚 是否激活 接受 丁 激活成功 任务发布 在死牢千道七天 奖励炼器九层镜 境界划分 练器 筑基 金丹 元英 化神 合体 大成 杜杰 每一个等级 分为一到九级 小统 这个朝代 不是只有武者吗 九五最高境界 就是大宗师 你还能让我修仙 瞎人穿越过 大明 大清 还有三国 还是第一次遇到 能修仙的朝代 当然可以 本系统 可是华为出品 八级网络 五百亿内存 最顶配 三年内击杀天道 开什么玩笑 骗小孩的吧 不管了 目前仙道练器竟再说 此太见 咱们七天后见 我给你一个天大的惊喜 七天后 咱家赐你毒酒 宋虾少爷你上路 你给我滚 陈公公走了之后 虾人立刻盘膝坐下 心中默念 系统千道 丁 千道成功 奖励练器一层劲 瞬间 一股强大的真气 便在体内游走起来 七经八脉 也瞬间全部打通 瞎人感觉到瘦弱的身躯 仿佛拥有了天神一般的 这就是修仙者的力量吗 小子 有人来看你了 又是哪个死太监 是我 三弟 瞎人惊讶无比 来人正是家族长子 瞎见 大哥 三弟这么多年 让你受委屈了 大哥 你把自己的至尊骨 给了皇室 我本想让皇后放了你 可是她不肯 只能让你多活两年 后来你二姐又为了保你 献出自己重铜双目 可皇后还是不肯放过你 大哥你放心 我现在很好 再过几天 等我境界达到 我便杀出死牢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三弟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你出事的 我再去求求皇后 让她放你出来 你从小就体弱多病 不能练武 弹和境界 大哥走后 瞎人内心无比的愤怒 皇后那个贱人 简直是欺人太甚 还有三天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 到时候一定夺回大哥的至尊骨 让狗皇后付出惨烈代价 第三天瞎人再次盘息而坐 继续开始签道 系统签道 叮 签道成功 奖励练器五层镜 获得防御宝物 灵木铠甲 储物戒指 回血单一百颗 竟然还有其他额外的奖励 太好了 给我收 丁 系统提示 三年任务一旦接受 不可更改 击杀天道成功 奖励终极大礼包 三年时间你让我灭天道 我现在也才练器镜 算了 不管它了 现在首要的目的 是先离开这个鬼地方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先为蝼蚁 大帝都要向他跪来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灭 接上级 瞎先突破 瞎人继续 总算突破到 练器镜第六层 灵魂出鞘 我帝妈呀 我这完全超出了 我的认知 这要是以前 谁会姓啊 弟弟 二姐 眼前这个美女 正是她的二姐虾弱 二姐 你的眼睛 弟弟别哭 姐姐没事的 虾仁你过来 让姐摸摸你的虾头 小虾 姐对不起你 让你从小 关在这里受苦 姐 我没事 我挺好的 倒是你和大哥 为了我受苦了 比起你 那些都不算什么 你放心 父亲已经在 共谋造反的事 一旦父亲起兵 我们就就你离开这里 太好了 造反才是对的 皇室七人太甚 三岁小孩都欺负 不反了他们 简直是没有天理了 父亲出去这几年 一直都不曾知道你的消息 前几日 我们终于瞒不住 把你被关在这里的事情 告诉他 父亲之小后 雷霆震怒 立刻就要起兵 反了皇朝 姐你放心 你们都不用担心我 我现在很安全 父亲起兵那日 也是我杀出去之时 小虾 你忘记自己是废脉 不能修炼的事情了 你这小身板 能打得过谁啊 更何况 皇室内还有宗师高手 除了父亲之外 没人打得过他们 呵呵 宗师算个鸟啊 他只知道 炼器五层 就相当于宗师境 等他出去的时候 就是炼器九层 还不是得单手震杀宗师 是父亲回朝了 他终于回来了 虾帝你等着 我去找父亲 二姐 你小心一点 等我回来救你 二姐走后 虾人坐在马桶上 苦恼无比 他现在恨不得就杀出去 可任务没完成 实力不够 暂时不能轻举妄动 与此同时 震朝大将军 虾尾已经来到 皇室炎殿门口 父亲 你等一下 虾尔 你怎么来了 父亲 你就这么带兵器上朝吗 我出兵镇守边境这几年 苟日的皇室 竟然把我最小的儿子 关押在死牢 我一定要让陛下 给我一个说法 不给我说法 我就砍了他 父亲 先别冲动 你这么贸然上去 会被皇帝猜忌 说不定会当场夺你兵权 我们应该立刻回家 马上召集忠臣 起兵谋反 女儿说的很有道理 要是就这么进去 说不定里面 早就埋伏好了人等着我 走 我们先回家 嗯 怎么虾尾还没有来见朕 可能有事耽搁了吧 禀报陛下 虾将军突然回府了 什么 听到这话 柳云顿时坐不住了 他本来就在盐殿内 埋伏好了高手 一旦虾尾进来 就随便找个借口刺死他 然后夺回兵权 可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直接回家了 不是 这可如何是好啊 慌什么 小小的虾家 根本不成气候 他的三个孩子 都被我们找借口给残害了 一个至尊古蛙去 送去了宗门 一个重铜双目 送给了那位大人 就连他最小的儿子 成为质子 也在死牢被我们看管着 他虾家不敢乱来 更没有乱来的底气 柳元听后 也觉得很有道理 当年他就是故意找理由 让虾尾去边境 不久后 便把对方三岁的儿子 关进死牢里面 然后又找借口 把至尊古 跟重铜双目都给骗来 废掉了 虾家的未来根基 一个大将军 竟然生出这么逆天的孩子 我皇室自然不允许 他们虾家成长起来 柳元冷笑 认为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要怪 就怪虾家 生了这么好的孩子出来 拥有连皇室 甚至宗门都忌惮的至宝 可他们哪里知道 死牢中那个七岁的儿子 马上会成为他们的克星 系统签到 丁 签到成功 奖励烈火掌法 玲珑油水身法 无极剑气 已存放宿主 储物介质中 宿主可自行感悟 系统出品 必是精品 随后 虾人坐在原地 开始感悟这三套秘法 原以为 需要一两天才能练货 没想到虾人 只用了不到一个时钟 就把烈火掌法 和玲珑油水身法 给练到了底层 最后是无极剑气 同样如此 练成了 什么费脉 不能修炼 我这不是妥妥的 修仙奇才吗 这是无极剑气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 穿越到修仙剑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来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念 接上级 试试无极剑气 这与无名的万剑归宗 倒是有点相似 就是不知道归力如何 收 以我现在的实力 出去就算遇到 大宗师也能五五开吧 保险起见 还是抓紧修炼 突破炼气九层 再离开 这个鬼地方吧 此时 虾仙带着支持他的下属 正在密谋起兵的计划 父亲 起兵之前得先救出三弟虾仁才行 那是自然 虾仁被关死牢 附近有黑甲进军看守 你们必须得秘密潜入进去救人 我让虎豹统领带人前去营救 虎豹统领 我儿子的命就交给你了 只许成功 不可失败 请下将军放心 除非我死 不然无人可伤害小少爷 父亲 皇城一共四个城门 四个上将军负责看守 我下家虽然有十万铁骑军 可若是他们防守城门 我们该如何是好 这点你不用担心 四个上将军里面 两个曾经是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 他们的命 是我救的 我振笔一挥 他们立刻会打开城门 我们唯一担忧的 就是皇帝身边的国师 还有那船本中百年都没有露面的先皇 父亲不如我们派人潜入皇帝身边 找准机会刺杀他 他若死了 我们成功的几率更大一些 做不到 皇帝身边时刻都有高手保护 我们根本不可能派人接近 与其冒着风险惊动皇室 不如扮演秘密起兵 直接杀进去 灭掉皇族根基 虾尾握紧拳头 他的三个孩子 两个都被夺去修炼根基 还有一个三岁就被关进死牢 如此灭绝人性的皇室 留他们何用 报告虾将军 成功供来了 要您去殿内面上 就说我身体不舒服 不去 话音刚落 成功供带着侍卫走路进来 阴阳怪气道 虾将军 你哪里不舒服啊 我把太医都给你请来了 虾尾皱起眉头 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闯了进来 看样子 今天他要是不去殿内 皇室立刻就会对他下手 成功供不要心慌 我收拾一下 跟你们去见陛下 那我就在门外 恭候虾将军了 父亲 你不能去 这肯定是个坑 是啊 虾将军 你不能进去 狗皇帝肯定要找借口控制你 我们今晚就反了 杀入皇室 砍下狗皇帝人头 不可冲动 我们还没做好准备 贸然动手 只会失败 而且我儿子还在死牢 我不能让他出事 虾线 虎服给你 有他在 可调兵指挥 我若是回不来 虾人就靠你了 一定要救他出来 父亲 你放心 我们一家谁都不会有事 我一定会救虾地出来 将军 保重 父亲 随子 幽容 随后 虾线死死钻井 立刻带着火符赶往城外 夏将军 前几日言内 有刺客 试图杀害皇后 经过我们调查 发现刺客 跟你夏家有关系 你有什么 要解释的吗 哼 欲家之罪 何患无辞 陛下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 大家心中都明白 你是既旦我夏家功高震主 我夏家三代效忠大侠 从吴二星 我在外守卫边境 可你们却残害我三个孩子 不过两个孩修炼根基 连我七岁的小儿子都不放过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 七伦太善 大胆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对陛下放肆 立刻解除你所有之物 贬为庶民 马上 拖出去 给我灵池处死 株连九族 很快两个侍卫 卸掉虾尾身上的盔甲 要把他强行拖拽走 就在此时 轰轰一声 整个岩殿都拒绿了震动机 柳元大惊失色道 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 外面漆黑的天空 瞬间被一片金光楼撞 那是什么 陛下 那个地方好像是死牢的方向 这么大的动静 难道是关押的妖兽要出来了 陛下 我立刻派人去死牢查看 不必担心 虾将军 你那七岁的儿子 好像还在死牢吧 太可怜了 三岁就在里面关着 七岁就要刺毒酒而死 你们虾家 都是满门中烈 你们敢动我儿子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死到临头 还敢大言不惭 拖出去战了 虾将军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是 我是虎豹通命的手下 派来营救虾将军 我们赶紧出城吧 大少爷已经集结十万大金在城脉 随时准备攻城了 快 快去死牢救虾人 你敢信吗 眼前这虾人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来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灭 丁 新任务发布 去死牢十八层迁道 每一层迁道 将会获得更多神秘奖励 十八层 虾人心头一震 这才猛然想起来 这个死牢还有地下十八层 这地下死牢十八层 我要怎么去啊 那个 保安 保安 差点忘了 我不是修仙者吗 以我现在的实力 任何地方都困不住我 虾人一时还不适应现在的实力 以为自己还是之前的凡人之躯 走 去死牢十八层 这地方也太恐怖了吧 能被关在这种地方的恐怕不是一般的人 看这阵势里面关押的东西应该不简单 我弟妈呀 还带高压电 这怎么进去 有了 有了 共十九掌 剩下一掌半 请宿主自行感悟 你还不如奖励我 一本葵花宝典呢 这明明是一把菜刀 有什么用 这倒是好东西 练剂丹吃下之后 可以恢复真气 这东西放在宗门 很常见 但在皇朝内 练剂丹也算不错的东西 筑基丹练剂九层之后 筑基才需要服用的东西 吃下它 成功率提高 至少百分之三十 定身术来自仙界 不知是何人所创 施展此法术 可定注定于 自身两个等级之人 一次最多十人 定身术可是好东西啊 要是遇到一群仙女 那岂不是 嘿嘿 想歪了 这不是乔峰的绝技 降龙十八掌吗 怎么变成十九掌了 难道升级二点零版本了 不管了 练了再说 随后 虾人直接远距坐下 开始修炼两种神通 耗费几个时辰后 他的普通真气 已经隐约有了一丝 真龙铺体之气 防御力量大增 而定身术 也很快便被探寻 总算突破到 炼气镜第八层 离第九层 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是什么玩意 正好拿你练练手 试一试这把菜刀 一条小虫子 还敢偷袭我 再往里面 恐怕真有恐怖的大胸 外面这只 只是小楼楼 里面的才恐怖 不管了 既然来了 就走到底 怕什么 我可是主角 不可能 只活四级吧 就要受死了 只剩一点扎扎了 都还被铁链锁着 看你可怜 我就帮帮你 我终于逃出来了 哈哈 我赤玄老祖 一定杀光你们 报我血海深仇 你叫唤什么 嚷嚷什么呢 没看见 这还有个人呢 显得你嗓门大事吧 你是什么东西 竟然敢这么 跟本老祖讲话 是我放你出来的 你竟然用这种语气 跟我说话 小娃娃 竟然敢大言不惭 本老祖 第一个吃了你 就这 我一层力 你都接不住 还生什么老祖 你很厉害吗 赤玄老祖双目喷火 他竟然被一个 小屁孩给打飞了 这怎么可能 肯定是自己 被封印太久 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 还来 臭宠 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混 身边缺一个打杂的 要是没有 我就杀了你 我跟 我跟 大人不要杀我 我知道错了 的确认主 当我的奴隶 不对 当我的受宠 也不好听 就当奴仆吧 士玄老祖 哪敢多说什么 立刻逼出自己的精血 开始认主 主人 你辛苦了 能不能把你的小脚脚 从我的脑袋上拿下来 不好意思 脚刺年没洗 有点臭 主人 您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你什么来历 大概跟我讲讲 我乃是祖龙一族的人 我当年可是名震大陆 给我说重点 别说那些没用的 我叫士玄老祖 今年三百五十岁 被封印在这里一百多年 你才三百多岁啊 听你一口 一个老祖叫着 我还以为 你有几千岁呢 三百多岁 在我们祖龙一族 算是年轻 但对你们人类来说 已经是高龄 主人 冒昧问一下 你今年多大 七岁 什么 七 七岁 主人 你认真的 七岁而已 很小吗 你要是不听话 杀你应该是足够了 什么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 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满 就连天道 都是弹指可灭 七岁而已 很小吗 你要是不听话 杀你应该是足够了 主人 我对你可是赤胆忠心 绝对不敢有任何怨言 您上老奴后背 老奴带您离开 这个臭哄哄的地方 嗯 你的服务态度不错 赏赐你一颗化形丹 什么 画化形丹 这可是我祖龙一族 都梦寐以求的好宝贝 什么好宝贝 我这里多得去了 张嘴 多谢主人赏赐画形丹 跟我混 不会一天饿三顿 肯定不会让你吃亏 你一个小屁孩 最多能拿出一两件宝物 能牛到哪里去 起来吧 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 是主人 主人 上来吧 我们走 父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快去救你小弟瞎人 马上去 虎豹统领 我命令你立刻带人去救我三弟 任何阻拦的人 杀 属下一定带小公子平安回来 随后 虾尾拿出虎符 一声大喊 所有将领听令 大下柳红荤荣无道 滥杀忠臣 其中我虾家 今日我等起兵 只为讨回一个公道 你们可愿意追随我前去 我等誓死追随虾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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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城门 随我一起杀入皇城 诛杀柳皇 父皇让我来死牢查看金光 但是我知道 父皇是让我借机处死虾家 那个小儿子 不好 殿下 那小子跑了 快给我把人抓回来 别让他跑了 殿下 此劳戒被森严 那小子肯定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不能让他跑了 小子 你没跑 你哪位找我有事 大胆 这是当今太子殿下 还不下跪 你放肆 敢对主人不客气 退下 谁让你动手的 你找死 改杀我的护卫 你今天别想活着出去 给我跪下 叫谁跪下呢 再叫一句 你竟然敢打我 我可是太子 杀给我杀了他 这小子也才七岁 怎么那么厉害 难道是他身边的那个老头子出的手 这些年我可没少得罪这小子 他肯定不会放过我 得赶紧溜 不 这不可能 你明明是费卖 不可能修炼的 你肯定不是瞎人 你到底是谁 你看清楚 我这张脸比你帅 比你好看一万倍 我就是瞎人 不是别人 你你你 哼 你们皇室欺人太甚 主人 跑了一个 这个交给我 不用了 他已被我的涨气所伤 活不了了 掌气 你就吹牛吧 该死的瞎人 太子都敢杀 我得尽快将此事向皇上禀告 你们瞎家一个都跑不了 要是遇到大宗师 我这一巴掌可就不管用了 得赶紧突破 练技九层才行 你在这里守着 不要任何人进来打扰 我做最后的突破 好的 请主人放心 您安心修裂 他知道 马上第七天就要到了 自己还缺少最后一次签到 储物界里还有化形单 要不试试 给他吃一颗 会不会化成人形 还是抓紧修炼吧 以后再说 也不知道父亲和大哥 二姐有没有危险 我得赶紧出去帮他们 签到 钉 任务完成 提升到炼气九层 瞬间 瞎人体内的气息 变得比刚刚更加强 充沛的能量 如大海一样 在体内奔腾运动 源源不断 用之不绝 拥有这股力量后 腾扫大厦没有任何问题 此刻的他 就是无敌的 这就是炼气九层的感觉吗 是时候离开 这破地方 找皇后算账了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 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来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灭 接上级 这就是炼气九层的感觉吗 是时候离开 这破地方 找皇后算账了 这小娃到底是什么来历 才一回功夫 又变强了 我要是跟着她 学到她的修炼之法 哈哈 主人 你突破了 我们走 去找我父亲他们 你们走不掉了 马统领 地上躺着的 好像是太子身边的护卫 那太子岂不是 小子 你们把太子怎么样了 你眼睛长屁股上了 太子不就在你的脚下吗 趁还没有干 你们赶紧拿抹布 擦干净带回去 给你们主子安葬 等一下真的 什么都没有了 马统领听到这话 脸色巨变 小畜生 你杀了太子 是你干的 小畜生 叫谁啊 小畜生 叫你 没错 正是小畜生 在叫我 小子 你些人敢杀太子 今天一定把你大些八怪 给我杀 小少爷 我来救你了 将军 辛苦了 你大胆 些人敢劫牢狱 你们瞎家诛杀十八代 都不够 马统领 我家将军已经杀入城门外 今天就是你们皇族的死期 马统领听到这话 脸色巨变 什么 小家居然在这个时候起兵了 我得赶紧回去禀报陛下 杀了他们 快杀了他们 我要是出手的话 他们肯定会把这里的事情跟父亲说 到时候我也不知道 怎么跟父亲解释 还是先看看吧 实在不行 我再出手吧 你们一起伤 杀光他们 我去找陛下报信 小少爷 我带你离开这里 去跟将军会合 嗯 所有人保护少爷 撤出皇宫 这小子 哪需要你们保护 保护你们还差不多 随后 虎豹统领和他的手下 一起护送瞎人 去往城外的路上 但很快 看守死牢的十大高手出现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虎豹统领 这些也是父亲安排 来接我的吗 不好 小少爷 这些是皇帝身边的十大高手 他们一起综合战力 堪比大宗师 少爷 我们拖住他们 你赶紧走 我们誓死也会保护您的安全 看来这次真遇到高手了 想不出手都不行了 跟我们走吧 我懒得动手 哼 你们保护少爷 撤出城 虎豹统领 你退下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让我来 少爷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看我 像是在开玩笑吗 退下 这小子 又开始装了 小子 我们可不是来 跟你玩捉迷藏的 哼 十大高手 很厉害吗 我来会会你们 搞定 我们走 少爷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是他们太菜了吧 这可是十位货真价实的八品武者 可是能与大宗师抗衡的战力 竟然被小少爷几秒就全灭了 难道小少爷是大宗师技 可听下将军说过 小少爷是费卖不能修炼的 小少爷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城外此时已经大乱了 好 没什么好送你的 我就送你一朵莲花吧 去吧 佛露水莲 吓人 这是什么东西 好东西 等一下 你就知道了 接上级 父亲 我的虾儿 对不起虾儿 这次您让你受苦了 父亲 我没事 虾弟 从今以后大哥保证 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虾人心中有些触动 这就是家族之间的亲情吗 很让人深刻 父亲 大哥 如今时机已到 咱们虾家 该讨要回一个说法了 不错 虾眼的狗皇帝 欺辱虾家 伤我的三个孩子 今天我的十万大军 一定要踏平皇族 虾信 带你小弟去营区内 我现在从东城门进攻 今晚上便是皇族末日 是 父亲 众将士听令 随我进攻东城 虾弟 你去找你二姐 我们已经给你们安排好了退路 若是这次 骑兵失败 你二姐会带你离开这里 你们永远都不要再回来了 我去助父亲 一臂之力 你还小 你的安全最重要 战场上的事 就交给我和父亲 说完虾线 也跟着进入了城门 此时 西城门也随之打开 另外一只将 带着三万多人 冲进了皇城门 跟皇城守军 展开机夜的磕杀 既然父亲和大哥 不让我去 那我只能偷偷地去了 我得去帮他们解决 那些大宗师高手 毕竟父亲 也才九品五者 绝不是那些大宗师的对手 站住 臭小子 上次让你跑了 你竟然还敢来自头罗网 哼 我想走就走 想来就来 上次要不是 你跑得快 你现在 哪还能站在这里说话 想一想 以下犯上 杀时代都不足以泄恨 狗屁皇族 黑白不分 恶毒心肠 骗我大哥至尊骨 挖我二姐重铜 这笔账 今天跟你们一一算清楚 哼 一起上 拿下这小子 哼 招子 你付完没有 吐 吐完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这么强 你分明才七岁而已 你别管我几岁 杀你三岁小孩都可以做到 不 我是皇后的亲弟弟 你敢杀我 狗皇后好久不见啊 瞎人见到这个女人 就想到 在她三岁时候 是这个狗女人亲自下令 把她从瞎家带走的 把三岁孩子 关押在暗无天日的死牢之中 这个毒妇竟然也做得出来 瞎人 我没想到你可以活到今天 其实抓你当质子 都是陛下的主意 与我无关 你糊弄谁啊 每天给我吃馊了的米饭 还有那个死太监成公公 也是你派人来监视我的吧 听到这些话 皇后神色大变 她立刻意识到 眼前这个小屁孩 非常的聪明 我知道你瞎家很厉害 你父亲已经带兵杀入盐内 只要你肯放过我 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完了 没什么好送你的 我就送你一朵莲花吧 去吧 佛陆水莲 瞎人 这是什么东西 好东西 等一下 你就知道了 该去找父亲他们了 此时 虾尾带着他的部下 已经杀到了炎电门 柳元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虾尾你个叛徒 你最终还是背叛了我 陛下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我下下三代 一直效忠大下 从未有过背叛之心 可你却昏庸无道 既旦我功高震主 找借口把我调走 便趁机暗害我的三个孩子 大下有你这种昏君 便永无出头之日 我今天 便要为我的三个孩子 讨回公道 大宗师 父亲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没想到这老家伙的实力 比以前更厉害了 虾尾 你休要放肆 马上放下兵器投降 可留你虾家全尸 我呸 你这个妖当 就是你出的馊主意 夺我儿子至尊骨 今天我一定让你死 小小虾家 竟然敢大言不惭 我今天就收了你 三分归缘起 虾尾 看见没有 这就是宗师的实力 今日你虾家 一百多口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虾线 你立刻离开这里 带着虾仁他们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父亲 我是你儿子 今天就是死 也要死在一起 你放心 虾仁他已经去找虾弱了 他们两人会远离这里 永远都不会回来 各位将士 我拖累了你们 虾将军 我们虽死无悔 跟他们拼了 宁月战死 已绝不投降 不知死活的蝼蚁 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父亲 父亲别怕 儿子来帮你了 你敢信吗 眼前这虾仁穿越到修行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先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贵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 接上级 父亲别怕 儿子来帮你了 虾仁你快走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虾尾的心中充满了焦虑 他的儿子 虾仁 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这怎么可能 虾尾愣住 他记得自己小儿子是不能修炼的 可刚刚是怎么回事 虾尾也有点不可思议 虾尔 你怎么做到的 你可以修炼了 父亲 大哥 修炼的事 回头再解释 先杀狗皇帝 小子 你个废脉 既然修炼出真奇外放 倒是小瞧了你 陛下 请你赴死 住嘴 你们这些叛徒 今天我让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 老东西试试看 放心吧陛下 瞎家人 一个都别想跑 飞龙在地 三分 还三分归元气 你以为你是熊爸吗 我还是王林王麻子呢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会比宗师还厉害 你才七岁 七岁怎么了 七岁就好欺负吗 死了 我是竟然死了 狗皇帝 快说我大哥的至尊骨在哪里 小子 这辈子都别想找到至尊骨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还嘴硬 是吧 臭小子 你想干什么 虾血 虾人的手段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狠辣了 父亲 虾人三岁就被关在死牢 四年时间 肯定有怨恨 实在想不通虾人才七岁 怎么可能这么厉害 会不会是被什么妖邪附体了 等一下会不会把我们也干掉啊 父亲 你别吓唬我 侠将军 你们想多了 那天我去死牢救小少爷的时候 就发现小少爷不一般 看守死牢的十大高手 直接被小少爷给秒杀了 当时小少爷身边有一位老头 可能那老头是位高人 小少爷这身本是有可能就是那位老者教的 难怪了 这就说的过去了 到底说不说 我大哥至尊骨在哪里 别别别别别 我说我说 你大哥的至尊骨 在新月皇朝 我送给他们了 我二姐的虫童呢 送给了风雪宗 我已经告诉你了 为什么还要杀我 不杀 难道留着过年 斩草不出根 后患无穷啊 老祖救我 老祖 快来救我大下基业 不好 夏儿 那个老东西果然还活着 我没有麻烦了 父亲 你别担心 有儿子在 天王老子 来了也不好使 老祖宗 救我 救我啊 没出息的交互 小小夏家 胆敢造反皇室 你们今天就成为我手中的王魂吧 果然是皇室的老祖宗 剧情已经有五百多年了 瞎献快带你小弟离开 我来拦住他 老不死的东西 从棺材里面爬出来吓唬人士吧 长得这么丑 就别出来祸害人了 给我滚回去 你 你到底是何人 你竟然已经是炼气镜 同样都是炼气镜 他只有三层 而眼前这个小子 已是炼气镜九层 老祖 柳元看到这一幕 表情彻底僵硬 人直接傻了 在他心中 老祖可是大夏的最强底牌 无敌的存在 夏人好厉害 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也不知道啊 前辈 前辈 主人 我在厨房 找到了一些好吃的 还不错 父亲 大哥 要不你们也尝尝 前辈 我儿子不懂事 冒犯了您 您千万别生气 夏安 你别胡闹 没有没有 你们别误会 我是主人的奴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奴仆 这种级别的高手 居然是儿子的奴仆 开什么玩笑 主人 要不我替您杀了这两人 免得脏了您的手 去吧 给你这个表剑的机会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穿越到修仙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 就连天道都是弹指可灭 接上级 去吧 给你这个表剑的机会 逃的 主人 前辈 饶命啊 我以后 主人 搞定 干得不错 父亲 大哥 狗皇帝死了 请父亲 您登基吧 还请夏将军登基为皇 我等永远誓死追随 誓死追随夏将军 誓死追随夏将军 今日 我夏伟成盟各位支持 斩杀昏军 登基为皇 从今天开始 大夏改国号为 夏人皇朝 啊 竟然以自己的名字当国号 这不太好吧 大哥 要不你让父亲再换一个 我觉得 以你名字为国号 没什么不好的 在夏家 不管你有多强的实力 永远都是我的三弟 父亲 还请您立下三弟为太子 好 就让我的小儿子夏人 为本朝太子 这么快就当太子了 这不太好吧 昨天还是接下求难 转眼就成了异国太子 这也算是创业成功了吧 经过几天的大清洗之后 原本的就皇族 基本都被血洗干净 但留下的几千妃子们 都拿去犒劳了下属 没有浪费 三天后 便开始了真正的开朝大典 大典仪式开始 先是宣布新皇登基 然后便是太子的册封 册封仪式当天结束后 还要选定未来的太子妃 父亲 太子妃的事太早了 我今年还小呢 夏人你别担心 这些太子妃年龄 都跟你差不多 你先选出来 长大后就让你们满婚 我只有三年时间 要是三年内 不能得道成仙 斩杀天道 自己可就要凉凉了 哪有时间跟太子妃 培养感情 我给小弟选吧 我先预定二十个出来 等夏人长大了 就让他自己选择哪个完婚 大哥 我谢谢你 真的 那就这么定下了 你们准备一下 一会随我回祖地 祭祀一下咱们夏家的仙人 拜见太子殿下 都起来吧 太子殿下 这些都是服侍您的宫女 您看可以吗 换一批 这些质量也太差劲了 给我找点好看的宫女 太子殿下 这些宫女 都已经是最好看的了 不会吧 这么大一个皇朝 连美女都没有 行了 都退下吧 是 殿下 虾弟 没想到你人这么好 把宫女都给赶走了 姐 咱们是不是 该回虾家祖地了 对 我是过来叫你的 那我们走吧 嗯 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回你的虫童 我已经找人去打听了 虫童被送去 风雪踪在水手里 无所谓了 没了这双眼睛 就不会被人惦记 我看不看得见 倒是没什么关系 虾弱虽然失去了虫童 但脸上的笑容 透露出一种誓然 放心吧 姐 你跟大哥失去的东西 我一定会帮你们拿回来的 虾爷 这位老祖宗 便是咱们虾家混得最好的人 他也是咱们虾家 唯一飞升成仙的人 父亲 这位老祖宗 飞升用了多少年 用了一千年左右 虾人露出吃惊的表情 显然对飞升所需的时间 感到惊讶 虾爷 一千年飞升 已经算是亘古其家了 你年纪还小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残酷 虾尾严肃地解释着 似乎在教导虾人 关于修炼世界的残酷现实 我们给仙祖上香 谢谢仙祖保佑咱们 出什么事了 我一起生这恐怖的现象 就消失了 难道是因为我 这一跪吗 有可能 是父亲的哪位前辈 再度解飞升吧 虾人也不怕被人怀疑 找了个借口离开了 父亲 我有事过去一趟 去吧 主人 找到了 打听到了至尊谷 跟崇彤的下落 在哪 至尊谷确实在新月皇朝 好像在公主体内 成桃 则是在风险宗 好 非常好 志玄 你现在去新月皇朝一趟 让他们 把至尊谷交出来 带公主过来下跪认错 主人放心 若是他们不愿意 我便回了他们 好 你现在就去 你敢信吗 眼前这瞎人穿越到修行界 七岁开始修炼 十岁就已无敌 势众鲜为蝼蚁 大地都要向他跪 就连天道都是弹之可 接上级 你是神 坚敢擅闯我公主府 少废话 交出至尊谷 赶我回去向主人认错道歉 你算什么东西 给我老实点 放开公主 好大胆子 公主也敢抓 给我滚 小子 有点实力 还想跑 放肆 你敢碰公主 试试看 你跑不到的 你个糟老头子 到底是谁 糟老头 拿命来 小小的练器三层 还真把自己 当一根葱了 你别过来 跟我回去认错 你还有活命的机会 我看谁这么大胆子 敢带走我女儿 父亲 救我 筑基镜 新月皇朝的皇帝 竟然已经是筑基镜了 放开我女儿 留你一条狗命 他体内的至尊骨 属于我家主人的 原来你是大夏皇朝的人 听闻柳原那个废物 已经死了 瞎家本事不小 竟然可以谋反成功 不过没关系 我新月皇朝等着他下架过来 就看他们有没有这个胆子 看要是我主人在 对你就是一巴掌的事 我倒想看看你个筑基棋 有什么实力 这家伙竟然达到 助击五层 赶紧逃 父亲 那老头跑了 我们追吗 不用管他 给我回去通知天侯大将军 让他带兵二十万 去剿灭虾仁皇朝 灭了虾价 是 父亲 公主带回来了吗 对不起主人 老奴没有把人带回来 我没想到新月皇朝 竟然有助击净高手 他已经是助击净五层 而我只是助击三层 我打不过他 就跑回来了 才相差两层 你就打不过了 我手里没有颤手的法器 我打不过他 这也很正常 缺少法器 你早说啊 我这有的是 拿着这个法器 过去给我把人带回来 主人 这东西厉害嘛 看着很一般啊 感觉还臭臭的 让你去就去 别那么多废话 我这就去 主人不会是在忽悠我吧 这法器怎么越看越不对劲 真的管用吗 父亲 不好了 何事这么慌张 父亲 距离城外十里 发现新月皇朝大军 估计二十万 正朝着我们靠近 什么 二十万大军 无缘无故 新月皇朝为何要攻击我们 也许 是他们想让我们 每年多上一些供奉 没那么简单 新月皇朝的实力 是大厦的三倍 他们的资源人口 都是我们比不了的 突然派兵二十万 这是打算来 吞逼我们的样子来的 无论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能小瞧 你去带领所有人 出城迎战 请父亲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 踏入我朝境内 嗯 立刻出发 是 父亲 随后 虾尾身穿盔甲 带领八万将士离开了皇城 虾人盘膝坐在室内 丹田运转 他正在做最后的突破 总算突破到注击期了 新月皇朝 应该没有人 是我的对手了吧 没错 虾人同等级无敌 甚至还能越级挑战 与金丹七 也能五五开 就因为虾人是主角圣体 比隔壁的荒谷圣体 强了那么一点点 丁任务发布 请前去战场签道 战场 有没有打仗 上哪签道去 战场签道 战场签道